Hello 大家好 我是Natalie 很久都沒有拍過一些影片 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最近的近況 最近因為實際太忙了 又要上班了 我又要準備考國際士 還有又要準備很多很多其他的事 所以一直都沒有時間不來拍影片 你看到我連自己的妝也沒什麼辦法就知道 因為今天不是上班的 但實際太忙了 早一早就起床出去工作了 所以就沒有時間化妝 而且今天也不是主要說我的臉 所以我們可以先放棄它 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前面 那一陣子跟家人去了日本玩 買了不少化妝品 因為你們也知道日本的藥妝是非常有名的 我都買了一些比較特別的產品 想跟大家分享 首先第一件我想分享的就是 最近非常流行的一件事 它叫做馬油 它是非常保濕的 聽說它是馬的脂肪 做出來的一個護膚品 是一些菜馬的那些馬 它們需要很適合的 它們會經常做抽脂 抽脂 抽出來就會拿出來做這些護膚品 它這個就是一個保濕霜 早晚都塗了 它真的很保濕 第二天可以敷衍到你的臉 是非常有足夠的水分 而且也真的很好用 這個我也很推薦給大家 聽說四叔也是用這個的 所以很多人都去找這個馬油 然後它現在還有一個新名 不知道是什麼 四叔馬油 人們找出馬油 去日本也找馬油 就是香港人 他們就說 四叔那隻馬油 橙色那隻呢 哪裏買的 那我呢 就在一個叫 名牌的地方買的 那 然後呢 我還買了它的一個叫做 去角質的產品 呃 寫著 北海道限定的 你看到嗎 對 未必看到 但是它是北海道限定的 它旁邊有一個芬衣草 那這個呢 它就有一個Q10的成分 Q10的成分 據說都是保濕作用的 那應該就在起你去角質的同時 就會保鎖住你的水分 那它又不知道是什麼 我不會看人文的 如果有人會看的話 就可以告訴我 究竟是說什麼 那 但是呢 這個呢 非常之好用的地方 是它溫和地去你的角質 而去完之後 你的臉都不會太乾 和沒有慢慢緊的 那 我保持著一個星期 都至少去一次至兩次的 那 所以呢 這個呢 我都很推薦給大家 如果大家可以喝喝的話 都可以試一下 這個呢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含有Q10的成分 麻油 對 那呢 另外呢 我呢 就自己呢 就經常都帶Coin的 所以呢 我呢 都喜歡 不是喜歡 我也需要會用到眼藥水的 那呢 日本有一個牌子 的眼藥水呢 我自己也挺喜歡的 嗯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我不懂得唸它的名字 但是這個呢 我自己覺得呢 都挺好用的 它有少少涼滲滲的成分 它後面呢 會告訴你呢 眼藥水呢 有幾涼滲滲的成分 清涼度 這個呢 就是3 那這個呢 都挺好用的 因為我平常上班呢 長時間的時候呢 我都會滴一兩滴 因為眼太乾 還有對著螢幕 有時呢 就真的需要眼藥水去滋養一下 有時真的 鋁線分泌都不夠 那就會需要它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我也挺推薦的 它眼疲的時候 如果你滴的話 真的可以舒緩到眼疲的情況 而且呢 會即時感覺到 保濕啦 那當然啦 你的眼藥水嘛 但是 你滴完之後呢 都會 會 覺得不累的 一段時間都不會覺得累的 那所以這個呢 也挺推薦給大家的 那另外呢 我就買了一個 不知道香港有沒有的 對了 那但是呢 我買了一個 MJ的 Nude Make Gel 有SPF-30 PA3的家人 它是一個 類似 呃 它應該是 類似 一個 妝前保濕箱 那樣 但是它是有色的 那它呢 就是有水分的 那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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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它呢 就會發現呢 就會發現呢 它全部都好像水豬 水豬 那樣呢 去保濕的 你看到呢 很濕 那推開了之後呢 都不會很乾的 那這個呢 它是有顏色的 它呢 可以 補回你的色差問題 那 那還有呢 都不會說很不自然的 那這個就是自然的風色來的 你看到呢 另外一邊呢 是比較有光澤一點的 另外一邊呢 你會看到呢 一些青筋啊 那樣的 那它也有一點點遮瑕的 那呢 那這個呢 是自然的 那呢 它是真的寫著MADE IN JAPAN的 對啦 它真的寫著MADE IN JAPAN的 那它有SVF30P在三個家 那 那有時候呢 就連防曬都可以省下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我也蠻喜歡用的 蠻保濕的 蠻好用的 那呢 另外呢 那話說呢 我去Outlet的時候呢 就有減價的 那我就看到一些MASK 因為日本很多這些很方便的MASK 那我就買了一盒這個 Aroma Face Mask 那呢 它是一個花草 還是香草的MASK HERBAL MASK 那這個呢 就是玫瑰花味的 那呢 它就有28塊的 都是寫著MADE IN JAPAN的 那呢 那呢 這個呢 就是有保濕作用的 那 還有呢 玫瑰花是有美白的成分的 那所以呢 那這盒 我自己用了 已經 四五塊了 那這一個呢 就是 這個呢 就是 好用的地方 就是 急需保濕的時候 它非常之方便 快點 早上 有時 妝 怕不貼的時候 呢 不夠水分的時候 就可以敷一塊 敷五至十分鐘 再上妝 就會很貼服 那另外呢 晚上睡覺 敷的時候 都蠻舒服的 還有 它的玫瑰花味呢 就 都香的 但不會說是重香料的味道 是天然玫瑰花那種味 那 那 暫時我覺得它都蠻好用的 那 我用完之後 再做一個整體 詳細一點的review給大家 那 再去到後面 這個呢 我自己覺得 蠻喜歡 蠻神奇的 一個 敷腳的面膜 嗯 嗯 其實好像有錢 我剛才看到 我從香港給我買的 但是 我 那時候進行第一次見 那 它呢 很搞笑的 它呢 就有一個 好像膠布 那樣的 黏著的東西 另外呢 它有瀑布 一些藥包 那 在這個時候呢 它是乾的 它是沒有東西的 但是 這個呢 是有少過的 那你第二天你起床的時候 然後呢 你會發現那塊 乾乾的 藥膠 這樣呢 它會變成黏黏的 那樣的 嗯 敷完之後呢 第二天要記得洗腳 因為要不然它會黏黏的 很噁心 但是呢 這個呢 它呢 就是晚上貼 之後早上撕 那就可以 將你身體上面 多餘的水分 都吸走的 一些濕氣 所謂中醫的那些 你的身體很濕 很濕 很濕 那些 應該差不多 但是呢 這個呢 譬如你第二天 敷完之後呢 你會發現呢 那個人呢 好像有輕了的感覺 那樣的 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水分 多餘的水分吸走 但是呢 這個呢 它是一個 樹液 什麼意思 樹液 天液 樹液 那呢 將身體多餘的水分 就會吸走的 那呢 我什麼時候敷呢 我會自己上班 回到背後 站了一整天的時候 我就敷一個 那我暫時敷了一兩塊 我覺得都OK的 因為聽說呢 如果呢 把你身體多餘的水分吸走的話呢 你就會遇到水腫的問題 還有 人會不會 那 我再試完整個盒子之後 再告訴大家 這個 究竟有多好用 或者 可能有多好用 那呢 最後呢 今天呢 我就 早上 所謂我 去了 工作 那就是 其實呢 我就有一個 invitation 是 一個 PR 那他就邀請了我去做一個 黑眼圈 的 去 黑眼圈 眼袋療程 那呢 今天就去了試做第一次 那呢 就想讓大家看看 成效 那呢 待會你會在這裡 放我 今早上拍 未去做任何事的時候拍的 那 但是呢 做完之後呢 現在呢 我是沒有化妝的 嗯 遮瑕膏都沒有 那 你可以看到呢 那個黑眼圈的色素沉澱 呢 是少了一點的 但是 不可以說沒有的 那 看到很多 蒙人 因為我今天做了Facial 所以 最後有一點點 去打理一下自己 那 但是呢 那個眼圈呢 是很明顯 其實都更嚴重的 但是呢 色素沉澱 是真的少了的 如果想看 before and after 都可以去我Instagram 或者Facebook 那 我自己呢 就很期待 下次再做 因為 自己的眼圈 就是很嚴重的 所以呢 如果可以的話呢 我最好就是 可以 令到他 再更加減淡 多一點 那 我會再 做完整個療程之後呢 再做一個 詳細的review 給大家看 那我今次的分享呢 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 亦都希望大家可以 去Subscribe我的Facebook Instagram 又或者Youtube Channel 我們 下次再見啦 我會記住 抽多點時間 去拍片 希望大家不要理我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